主料,面包体高筋粉140克,水汽15克,洗砂糖20克,鸡蛋叶10克,盐15克,香菜1.25克,干酵母5克,奶粉5克,鸡蛋叶,芝士片4片,沙拉酱,内馅肉松,香菜,辅料,肉松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 把面包体配料一起和匀揉成面团到扩展阶段,在28度左右发本酵的圆面团2.5倍打,排气后分割成4分后滚圆,后15分钟中间发本酵,把发酵好的面团压平,改成椭圆形的扁片,在扁片上端放上肉松,喜好自定但也不能太多,由上至下卷起来,整好后收口,像橄榄状,整好形的面团放入烤盘, 附上保鲜膜,在温度38度左右的环境中进行最后发酵之道面,团比原来的两倍大即可,在发酵好的面团表面刷一层鸡蛋液,在面团上盖上一片芝士片,在表面上挤上细条形的沙拉酱, 预热烤箱后180度上下或约15分钟,烤好后,在表面上挖一点葱末或香菜末即可,这是刚烤好的样子,一看就不如橘子烤的成品, 没不顾味道不算不错,烹饪技巧,一卷的时候,用十指扣拇指,将两个边轻轻往里收,在卷出的时候才好看,我就是卷到第三个的时候才体会到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